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音色 它是个也是键盘类的乐器了 当然它是那种钢琴 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小 音色还不错 我本来想给我推荐的每一个音源做一个评分 后来觉得它太主观了 我就不评分了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 它的声音 如果你做钢琴独奏 我觉得还是差那么点劲 它差那么点劲 然后如果你是只是说 我这里面很多乐器当中 有一个钢琴在里面 做做分解 做注释 做一些加花的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音源完全够你用了 它都是根据一些品牌的琴 然后来设计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根据品牌琴的特点 去设计它的参数 或者设计它的采样 但是你选择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是哪个品牌的 比如说有斯坦威的 用来亚马哈的等等的 你就可以去 并且它自带一些还不错的混响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音色还是比较全的 只要是弹波类的乐器 它都有 很小 这个一季多 这个音源 而且也不占用CPU 给了我们的很多预置 也可以去调整它的 音色的亮度 力度 还有它的声长 对低频高频 做一些激励 它都可以 觉得还行 所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很多朋友 就是说 它可能在一个乐器里面 一首歌里面 可能会用到钢琴 但是 你说它加载一个很大的一个钢琴 特别是一些几十剂 上百剂的那种钢琴 虽然听上去好像音色比较逼真 但是没必要 又不是钢琴独奏 对吧 如果是钢琴独奏的 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用MIDI去做的话 可能还是显得有点假 这就是一个矛盾题 所以 如果你 钢琴 在你这首歌里面的地位 不是那么重的情况下 你就没必要去用那么大音源了 对吧 用这种音源 就绝对合适 我们不需要去迷信 那种体积大的 吃电脑性能的那种音源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简单的跟着我们 去听听看它的音色怎么样 音色种类 这是一个分类叫哈普斯Cord 这个是做一些 分解和弦等等的 比较好一点 像Tony Point 就是像那种玩具钢琴那种音色 所以它很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